歡迎回到最旅宿 我是三邊 我們這次帶大家前往沖繩的中北部地區 沖繩稍微人知的秘境體驗 不管是山景 海景 我們這次都會一次帶大家看完 有別於南部非常多的觀光客 這邊其實是我心中沖繩比較秘境的體驗跟風景 想要在沖繩找一些比較私房景點的人 就一定要把這集看完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搭船去哪裡 猜猜看 出發囉 我們現在搭船呢 就是要前往我們的第一個景點 那我們的第一個景點啊 比較少人會來喔 位在本布丁西方海面上小小的離島 叫做伊江島 聽說伊江島上面的海灘非常的完美乾淨又漂亮 大家都聽過就是沖繩在地的啤酒品牌 歐龍碧乳 它就是取用了伊江島產的大麥 倒乳三元泉水這些很在地的食材 經過比較特殊的過濾程序 才可以做出這種口感比較清爽可口的啤酒 我自從知道這件事情啊 我就很期待說 伊江島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這麼小的一個島上 為什麼大麥會這麼香嗎味道 所以呢 就一直想要來這個島上看看 終於被我找到機會了 其實這邊的交通也不算麻煩 只要在本布港直接購買船票 搭船半小時就可以停搭 比起其他離島 算是交通輕鬆又簡單的選擇 開往伊江島的渡輪 航程約30分鐘 一天只有四個半次 要特別注意往返時間的安排喔 渡輪船身非常大 載得下汽車卡車 和容納約700名旅客 是旅客和島上居民 來往本布港的主要交通方式 船內座位舒適 有販賣零食的小鋪 和可以拖鞋座臥的休息區 不怕暈船 當然最愜意的 就是走出甲板 欣賞蔚藍的海水 和海平面上 慢慢靠近的伊江島 快到了耶 那個應該就是伊江島 伊江島的對面就有一間租車店 提供汽機車 還有小吉普車的出租 好吧 我本來是想要租這一台 這個是單人做的小吉普車 可是呢 因為它一定要駕照 我有駕照 但是放在本部港的車上了 就駕照沒有帶來 只有照片也不行 一定要正本 我本來想說開這個車兜風會超可愛的 好吧 可能是天氣不好 老天爺註定要這樣 我就去叫我搭車吧 有羊耶 有羊 有羊 那裡是鳥耶 鳥 欸 那裡是牛棚耶 超多牛的 我看到那就是牛耶 不然耶 好多牛 騎著腳踏車 經過一片片麥田 聽說伊江島所產出的大麥非常稀有 Oleon才發現了 能夠發揮其最高品質的黃金成分比例 帶出啤酒的真正風味 因此創造出沖繩獨特的啤酒 這邊海非常漂亮 非常有層次感 我們先下去看看 一個探險的感覺 聽說是以前的防空洞 躲了將近千人 應該是很大的洞穴吧 剛剛在滴水 頭髮好像很亂 然後呢要怎麼辦 接下來要往哪裡走 這裡面好像也可以走耶 那我們往前面看好了 好神秘的洞穴 哇 這是那個哭老師吧 據傳在戰爭時期拯救了 近千人性命的鴨鴨洞窟 岩壁由珊瑚礁岩形成 在海水的清潔下 呈現其形怪狀的姿態 陽光從岩縫中灑盡 能量彷彿在此聚集 因此在洞窟深處 也是居民祈福祭拜的地方 走到鴨鴨洞穴 正中間的位置以後呢 就會看到這塊石碑 還有這個聽說就是 球子的石頭 這個石頭 就讓大家可以試著拿拿看 如果你會覺得輕 或是覺得重 就有可能是生女生 或是生男生 那你糟糕了 還是比翔中重耶 當然就是 實際上還是要看超音波啦 那如果是沒有我懷孕的人來呢 極情怪狀的洞 加上海浪的背景 其實拍照應該會是非常好看 如果你有機會來到一江島 一江海灘 是一個必來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沙灘 但是啊海水真的非常漂亮 今天來雖然很可惜是陰天 可是它整個海水 都是非常有層次的藍 如果是晴天來的話 甚至會有一點那種玻璃海的效果 淺淺透透很漂亮的感覺 上面呢會有一些販賣店 很適合安排半小時或是一個小時 在這邊散散步悠閒的感受 一江島的下午喔 完美的海景配上 沖繩在地品牌Orealville 因為我不是很能喝啤酒的人 但是它的口感清爽到我覺得 以後回台灣買來喝 欸你喝到這個味道都會覺得 哇你在沖繩的海邊的感覺 有這麼浮誇嗎 因為我們這次是騎腳踏車 沒有辦法跑到太遠的地方 那我們預計呢是要搭下午一點的船回去 實際在伊丹島上面的時間 大約三個小時左右 有待駕照 下船以後就可以直接在我們租腳踏車的地方 也可以租車 就可以很輕鬆的還完一整個伊丹島 好第一天上午的行程就這樣啦 我們要準備回去本護港 然後來準備我們下一個很在地的體驗 先不告訴大家 走吧 好幾個小時 所以要注意到國際車子 要注意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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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到浜崎瓶 啊 好幾位 你好 是中村先生嗎 謝謝 請客 請客 沒有 不,可以再參加一下 要來參加一下嗎 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在地的小魚船 有點有趣 我是在阿蘇流上面預約的 我比較喜歡找這種很在地的露口體驗 我們下午在地的體驗呢 就是體驗他們的海釣 那沖繩這邊的海釣非常特別 是因為他們的魚種啊 非常漂亮多樣嘛 哇 欸你看這水好乾淨喔 還可以看到珊瑚耶 他們漁港的水怎麼這麼乾淨啊 那珊瑚還是活的耶 釣上來的魚呢 也可以直接在港口旁邊的店家 就直接幫你處理完 可以跟伊江島拍在一起 是因為他們區域都在同一區 同一個港口 去完伊江島回來以後呢 就可以直接走路過來做這個體驗 然後就再直接出海 我們今天就是要 特地玩完沖繩的海的感覺 哇 好快喔 船怎麼變那麼快 突然有點緊張 我看你釣不知道怎麼去玩 不會 我就釣得到了 你要給我確定晚餐就要怎麼釣 好 我們晚餐就靠你了 好的 他講了好多細節 我可能沒記住 好 Fishing pose Fishing pose Fishing pose OK 這個小蝦子要從肚子的地方穿進去 手好笨喔 糟了 One two 他說如果有魚的話 你會覺得竿子會這樣動動 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把它提起來 然後收線這樣 可是我覺得海浪一直拉 我就覺得好像有魚啊 有魚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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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可以同學 手不起來 你要甩嗎 真的有魚嗎 真的啊 真的 你 誰在拉你 我就不會了 哈哈 有 有 慢著 啊 啊 有了 真的有 好快喔 按 哇 啊 跑不好了 啊 注意 嗚 我夹到了 嗚 我夹到了 嗚 夹到了 那是个送吗 欸 哇 有有有有画面 啊 哈哈 哦 嗯 这一个 大支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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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机会冰果耶 都是不同的鱼耶 對 好不同的鱼了 哇 欸 一樣耶 哇 哇 耶 欸 我們差這兩隻了 哇 快要冰果了 你看 就是我們今天釣到了魚 感覺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可能十來隻這樣 好成就感喔 其實很有趣 而且顏色都超漂亮的 對啊 為什麼它們顏色都這麼鮮豔 我會用感恩的心幫你吃掉的 走吧 耶 去吃魚吧 有很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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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師他們會跟你說 他建議什麼樣子的魚做生魚片還是炸的好吃 不用很擔心說做到不好吃的做法 那我們這次就選擇這一條是做生魚片 這個是我釣的第一隻魚 那我把它吃掉囉 這一隻魚是白肉魚 所以吃起來很清爽 它的口感非常Q彈 然後中間還帶有一點點甜甜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真的是很少數可以吃到這麼新鮮的生魚片 不是因為是我釣的喔 應該不是 那就是可能有點加分啦 好 我要吃下一道 謝謝 來吃吃看我們的炸魚 這肉看起來超級嫩的 就一夾起來你就看得到那個魚很嫩的那個口感的感覺 剛剛他推薦我說這條魚用炸的很好吃 就是它會外酥 裡面是嫩的 然後吃起來真的是綿綿的口感 甜甜的魚肉 非常新鮮 廢話 我們自己釣的 這樣吃好好吃喔 我覺得生魚片跟炸魚都非常棒 然後剛剛其實我心裡有想說做炸魚漢堡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現在就來吃吃看如何 比外面的炸魚真材實料非常多耶 吃出來這魚是非常新鮮的那種炸魚漢堡 而且好大一個喔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我自己非常的滿意 安排得好完美 我自己覺得啦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除了天氣可能有一點可惜 但早上這樣子就是一早去一江島逛一圈 接這個很在地漁民釣魚的體驗 然後最後把自己的成果變成自己的晚餐 海港邊然後很悠閒的用一個新鮮的海釣魚炸餐 最後呢就回到我們這個海邊的溫馨小屋 今天晚上的住宿呢 我們選在沖繩靠北邊的Airbnb 那來沖繩比較多都是自駕 Airbnb的好處就是它通常都會付非常多個停車位 你看像這一間就付了三個車位給我們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一定要訂這一間 這附近大家可以看符合自己價位跟需求的 那這一間我還是會附上地址給大家 它整棟就是兩層樓 一樓啊就是客廳、餐廳、起居空間 然後它的廚房跟餐廳 欸超級大的 六到八人沒有問題 是可以很溫馨的在這邊吃一個晚餐 其實住Airbnb的好處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是喜歡自己煮東西的人 住這邊就是欸什麼都幫你準備齊全了 這邊就是衛浴啦 這種分開的廁所啊 我覺得真的是比較方便 林內的烘衣機捏 不錯喔 拿個洗衣機 你要洗衣服嗎 進去 好 免費洗衣服 對 二樓都化了 它的房間 看一下 喔 這是很大的雙人房欸 其實它房間風格就是很簡單乾淨 光是樓上就有三間房間 大家來想要分開睡也都可以 平假然後乾淨整齊的民宿 風景也很好 哇 我覺得陽台真的是非常愜意 海邊的溫馨小屋 那既然我們在沖繩 那就是用歐利隆壁爐做今天的結尾啦 乾杯 今天好好休息 今天繼續努力 結束了第一天的往海行程 第二天 我們要走訪沖繩北部的山林 國頭村80%以上的土地 是被雅肉帶森林所覆蓋 森林資源相當豐富 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的大石林山 就是其中必訪的景點 我們原本在這邊買票 在門口開街坡巴士 在我們這樣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這個精氣小屋 就可以選擇你要走的路線 黃色或是紅色或是藍色 每個路線的特色都寫在這邊 一整圈也不大 繞最大圈的回來大概是一小時的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比較有時間安排在這裡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所有的 就是上半步的所有路線都可以走完的 我們走快一點就好了吧 好 那就走吧 跟著黃色的路牌走就可以了 它這邊我覺得整理的蠻好 然後告示牌也做蠻清楚的 出發 沿著指示慢慢深入優密的樹林 各種植物在石灰岩地形上 盤跟錯節 穿梭其中仿佛闖入神秘境地 有可能是因為石灰岩地形的關係 整個都很有探險的感覺 雖然它是規劃的非常安全 就只有一條路線不用擔心迷路 可是那個氛圍感我覺得是做到100分了 好棒的路線喔 走吧 哇 好壯觀喔 這把石頭是怎麼形成好厲害喔 兩個非常大的石頭 騎在一起變成這樣的形狀 它叫結緣石 推薦給想要幸福的親女們 然後大家就可以來這邊投個錢 這裡的石灰岩成形於兩億年前 今年累月的雨水侵蝕 形成獨特壯觀的景象 也在此留下許多琉球島嶼的特有神話 每一顆石頭都是一則故事 他說這個是指指天上的立神大岩 很像直接坐落在這邊的一個神像這樣 就天神裡醬肉 對不起我亂講 步道兩旁 步馬大自然的鬼斧神宮 可以對照園區的導覽 一一發掘其中趣味 岩石的頂端看下去的貓的感覺 是你的手屋這個山羽 穿過天神橋邁入眼簾的是 一整片壯觀的悟空岩 這裡是黃色巨岩石林感動路線的終點 很像激流融進那種衝下來 旁邊會有一些很童話很不切實際的造景 大概就會長這樣 但是實際上大自然是真的可以形成這樣很天然 很特別的景觀 我們先來切到美麗海展望路線 上去吧 很漂亮耶 其實直際來了以後啊 我覺得是超乎我的想像非常多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很特別的石灰岩地形 如果是喜歡這樣子的森林感來沖繩想要找類似的秘境 真的可以特別來一趟 因為它現在也已經申請世界遺產 如果你是帶家人長輩 它整個園區規劃的也很好 不管你是可能行動不方便 或者是想要走森林深入一點的行程 或者是只想要看海或是看石頭 它都有對應的路線可以選擇 最後呢回到這邊 經濟小屋的地方呢 還有在地的特色美食可以品嘗 選項非常多 不過我們今天有另外安排午餐 就不在這邊用餐啦 這個景點我自己個人蠻推薦也蠻喜歡的 記得可以拍進你們的秘境行程裡喔 好我們去下一個地方吧 滾滾浪花 沖刷在林雲的石灰岩斷崖上 這裡是沖繩本島的最北端 天護峽 這邊呢距離大石林山 大概五分鐘車程而已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順便經過 來踩個點沖繩這塊島的最北端 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海景 然後還說祖國日本就在海的圓方 海對岸的圓方 所以大家可能都會來這邊 往北遙望祖國這樣 恭喜 恭喜沖繩回歸日本 自然資源豐沛的國頭村 相對沖繩南部旅客少很多 租車自駕也很方便 安排幾個臨近的自然景點 就可以舒適地暢游在大自然之中 你看這水超乾淨好清澈喔 楊巴勒就是這邊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沖繩城大賣楊巴勒的水使用 好山好水的好地方 一定也有採用在地食材的美味料理 午餐我們來到沖繩最北端的公路休息站 道之翼 UEEUEE國頭 這裡不只超好逛 也有不能錯過的美食 這個休息站有非常難得的東西 就是可以吃到所謂 イノブタ的燻薑豬肉 イノブタ的話在日文裡面是寫豬 然後豬的話其實是野豬的意思 然後ブタ的話是寫豚 然後其實是家豬的意思 所以イノブタ的話其實是野豬混了家豬的血統 野豬的嚼勁跟家豬的油脂香氣 綜合起來勒就變成這一碗坑漿的豬肉丼 之前就有講過啦 因為台灣豬真的非常好吃 所以我會覺得其他國家的豬肉 他們可能要答應 台灣豬其實還是很困難的 好 我來吃吃看 好特別喔 第一次吃到 它真的是比一般豬肉要在非常有嚼勁一些 就是少少的部位會有一點油脂 可是大多的是肉質的嚼勁 很有肉的口感 很像 很像什麼豬肉啊 好奇怪喔 偏雞胸肉的口感嗎 因為台灣豬是很甜啦 那這個的話 豬肉的鮮甜味就差了一點 可是口感是很不錯的 大家如果來北部玩的話 找一餐來吃吃看他們這種在地的豬肉 因為剛剛看外面的標示 他們是沒有流通在市場的 在日本其他地方 或者是後城南邊的地方 都很難可以吃得到 只有在當地才有辦法吃到 在地土生土長的食材 其實也是森林體驗的一部分 休息站外還有一小條美食街 大家也可以在這裡逛一逛 發覺想要吃的在地美食 結合了國頭村的觀光案內所 整座休息站以森林元素打造 有販賣沖繩 還有國頭村特有的森林元素紀念品 這邊一份可愛 是他們這裡所有比較特別的動物 他們山原原生種的鳥 他做好多相關紀念品 這什麼大鰻魚啊 他跟我家狗一樣 8公斤 還有1米4耶 1米4應該有到我這吧 因為大家都會去國際通買紀念品 那我覺得這邊有些紀念品 好像是國際通比較沒有看到的 蠻豐富的 還有一些北部特有的農產品 我覺得蠻好逛 大家可以來喔 鑰匙圈可是是開瓶器 鑰匙圈可是是開瓶器 它是做瓶蓋的樣子 它是開瓶器 很可愛 還有這個應該是環保袋 超可愛的 這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也是一個小提袋 全部都是OLEON LOGO做的耶 OLEON在沖繩 真的是很代表性的啤酒品牌 那我們等一下呢 可以回去沖繩北部 必去的一個景點就是 OLEON的啤酒工廠 小朋友也不會覺得無聊 因為那邊可以參觀整個啤酒的製作過程 可以直接在一樓預約他們的工廠建學 櫃台直接跟他說就可以了 剛剛也有一組韓國客人 直接在現場填製料就可以進來參觀 它其實蠻有應對觀光客的 是有英文、韓文、中文的翻譯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語言會看不懂 那從這邊就是開始啦 然後進去以後呢 就可以看啤酒的製造過程 那我們就往裡面走吧 這邊就可以看到啤酒的製作原料 大麥玉米澱粉 還有啤酒花本人是長這樣耶 第一次看到 好像假的 然後它就是假的 這裡的溫度有40度 哇 他說這個裡面就是啤酒的原汁 進來就已經可以聞到啤酒甜甜的香氣了 如果這時候喝感覺很好喝耶 這整面的牆啊 他是說 OLEONBIRU 它是百分之百回收的公司 其實看完這過程覺得蠻厲害的 一開始這個啤酒花還有小麥的這些殘渣 它最後就會變成這個飼料跟堆肥 用完的啤酒瓶他們就會把它磨碎 可以再把它做成一般的包材再做使用 常見的旅館 它都可以就是壓縮回收 然後再做成旅館 後面這邊這些塑料的相關 磨碎以後做成衣服 就說明等一下在紀念品店就可以買到 就是這個OLEON回收 最基材料做的衣服 適合我嗎 很適合耶 是喔 好很可愛耶 好再來就是最後 紙類啊或者是玻璃瓶啊等等等等 他們會壓成這種地磚 就是你可能會在沖塵的各地看到 裡面其實可以看得到是玻璃碎碎的 然後做成這樣的地磚或者是杯墊 其實很特別耶 哇 後面啊就是他們現在非常忙碌一直就是在運作的工廠 就是在這邊就可以看到整個啤酒裝填的過程 生產線都超快速的 瓶瓶罐罐非常快速的過去 眼睛看都只看得到餐飲 其實很好看耶 看這個生產線莫名的很療癒 然後就這樣很忙碌很忙碌很忙碌以後呢 一分鐘可以裝填完 這麼多的歐利翁壁乳 非常厲害跟快速 真的有這麼多人在喝啤酒嗎 我沒有貢獻很多啦 貢獻很多的可以底下留言跟我說 一分鐘做出一千兩百罐的歐利翁壁乳 五十年來 酒香從沖繩飄向世界各地 工廠內除了製作過程的導覽 還可以一窺讓酒宮殿背後的歷史故事 歐利翁壁 好好聽喔 歐利翁壁 顏歌風的歐利翁壁 你只要可以參加他們這邊的導覽 就可以換一杯歐利翁壁生皮 那第二瓶的話呢 可以喝二三四五六任選一罐 開車的或者是兒童也可以換那邊五九斤的飲料 帶回家或者是你現場喝掉 還是可以喝好喝滿也沒有啦 兩瓶而已 好好喝喔 跟沙灘那天喝差不多好喝 沖繩的方言乾杯叫做卡利 所以在沖繩呢他們乾杯不會說乾杯 他們會說卡利 這樣很可愛 好吧你要跟我卡利一下嗎 卡利 在沖繩就要一路從白天卡利到晚上 第二天的晚餐我們來到沖繩北部最美的海景BBQ餐廳 這間其實有一點難找 因為一樓沒有很明顯的招牌 那一樣我是在Tabay Logo上面預約的 那就看到說明戶附近 因為我就想要找海鯨烤肉 發現這一間的評價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就預定這一間 你看這個海真的是透明狀的耶 都是全透明的 要是天氣很好就超漂亮 很可惜今天天氣沒有這麼好 那也沒辦法 如果大家因為我們的推薦來的話 看到完美日落請記得分享照片給我們 他的套餐目前看起來是很豐盛 那等下吃起來怎麼樣呢 我就馬上來烤吧 我們來看看食材有什麼吧 有醃製的銀額胡他豬肉 食環和牛 百分百牛肉的漢堡 沖繩在地產的大蝦 雞肉串和雞肉丸 這些都可以沾著烤起司來吃 這好好吃耶 非常的Q 油瘦剛好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烤的 好香喔 我覺得他牛肉品質是都還算不錯 吃起來口感好紮實 肉質好紮實喔 我都亂烤啦 因為炭火很難烤 但是幾乎全熟的情況下 吃進去還是覺得是鮮嫩可口的耶 然後非常的juicy 他的牛肉我覺得都還OK 尤其是豬肉特別驚豔 接下來可以吃自己做那個 牛肉的漢堡排什麼的 他的漢堡排肉非常的紮實 他真的是沒有加其他東西 他就是全部都是牛肉 麵包滿香的 然後漢堡排也很香 他裡面還有某一個檸檬醬 吃起來很清爽耶 他的食材其實都滿新鮮的 都比我想像中的要再好 因為我原本想說 你知道賣海景的咖啡廳 或者是餐廳 通常食物就隨便準備嘛 但他不會 真的蠻好吃的 好吃 等一下就是等 看有沒有機會有看到夕陽 好像感覺有機會耶 會嗎 很可惜 今天沒有看到理想中的夕陽 但是入夜後 有一個驚喜等著我們 好浪漫喔 好浪漫喔 老闆他說是沙比斯 要讓我們玩煙火 好浪漫喔 老闆是個浪漫的人 好棒喔 這是一個很棒的晚餐 有要帶女朋友來衝閃就來這邊好了 跟老闆說一聲 說不定老闆會覺得 好給你們個燕火玩一下 看得出在這裡是哪裡吧 結束北部的行程 我們就回到這裡 就是那爸的國際通 回程之前呢 可以再安排一天左右 在那爸的國際通附近走走逛逛 不管你是要送來伴手禮 還是要補貨 唐吉科德大國藥莊這邊 全部都有 國際通有非常多好吃的居酒屋 也有二十七小時一夜 或是中午一夜的 大家只要在故宮的商店 簡單搜尋就可以看到 最後呢 因為我們已經還車 所以呢 我們要在國際通呢 再找一間居酒屋 大吃大喝 最後再用一聲咖哩 結束我們這次的行程 來沖繩玩 如果想避開人潮 不妨照著我們這次的旅遊路線 往沖繩北部跑 趕快收藏影片 讓你下次的沖繩之旅更加愜意